歡迎大家收看Hobby Game的玩物頻道 我是Messie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新玩具 就是這個黏土人Sakura大戰3的Elika 有追開我們頻道的朋友應該知道 我們上星期就拆了Sakura大戰的Sakura給大家看 今天就拆這個Elika給大家看 你會問有沒有出過其他呢 其實就很可惜 它黏土只是出了Sakura和Elika 其他角色都沒有出到 希望最低限度都出一個大神給大家玩一下 我們現在先看看盒子 你看到盒子 旁邊也有看到Elika和她的光帽 背面呢 你會看到再大一點的公仔 就是Elika都可以坐在光帽裡 而光帽和Elika都可以獨立一個武器 不說太多了 我們現在馬上拆開盒子給大家看看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看看 你會看到光帽和Elika 一隻 和Elika 還有其他配件 這次的配件 明顯多了 不過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隻光帽呢 這隻光帽的紅色 實在真的很麻煩 很膠 非常膠 膠到呢 嗯 真的是很噁心 那 除了這件事之外 基本上都還可以 還有一件事留意一下 它是光帽 右手是沒有右手的 它是一隻 連一把槍 跟回遊戲 一把槍 一把隔靈機槍 總之就連了 那便沒有了 那便沒有了 好 現在我們把Elika放入光帽裡面 看看是怎樣 把Elika放到光帽F2 之後你會看到 整體都挺大隻的 但是呢 要留意一下 光帽後面的兩對 那對翼呢 其實都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移動 可以讓大家看看 可以上下 拉 可以轉一下 這樣都可以的 又是那句 即是光帽就不是特別多可動的地方 是兩隻手和一隻腳 還有一些眼睛 這次的眼睛是容易動的 可以看到很鬆的 其實就容易動的 之前的光帽就沒有那麼容易 好了 光帽究竟是怎樣的 我現在拿回上次的光帽 和這隻光帽F2 比較一下 看看是怎樣的 大家的大小 好了 上次我們的光帽是怎樣的 我現在拿給大家看 比較一下 其實上一次的光帽是小一點的 你看到整體都小一點 就沒有那麼大隻 那用色方面就真的光帽漂亮一點了 那阿尼卡那隻呢 就真的差一點了 是真的太膠了 那隻膠是 就是好像紅A膠筒 那些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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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漂亮 那但是就一樣了 我先拿開這隻光帽 先 那我另一零給大家看 那些膠 diagnosed 他也是很大小的 他們也跟著一些色的 一會不會說是沒什麼按摩 你看到它有些顏色 也做得不差 只是唯一個成形色 那真的是差一點 另外就看回肩膀 那這邊肩膀還有一個 挺有趣的 揮章都有齊的 對,我用回 正 那你說好不好玩呢? 這隻貴一點的 比之前那隻Sakura 那個版本是貴了,好像差不多貴2000日圓 那抵不抵就真的 一般,我又不覺得它特別抵 始終是大隻了,多了點東西 那值不值2000日圓呢? 而且,這次用色真的不漂亮 所以就沒辦法了 好,我們又轉回阿里卡的樣子 它有一個十字的老機關槍 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這個動作 跟回它本身在遊戲中的設定 好,我們拿回Sakura出來 來跟它做一個比較 好,來 Sakura 那公仔來說的大小 其實就一樣 不是很差很遠 唯一真的整套都是差 是光模不同 比較大一點 阿里卡那隻 好,到最後 阿里卡的另一個姿勢 就是渣沙槌這個姿勢 你看到了 那些渣沙槌 其實都是跟遊戲中有關的 公仔的層面 那你就看到 其實沒什麼特別 真的就這樣 你拿著兩個沙槌 站在那裡 用回最普通的表情 今天介紹就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Copy Game的頻道 還有記得Like我們Facebook 每天都會和你分享更多的遊樂資訊 下次再見